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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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继续抄啊 小婷啊 放学以后陪你去柔室馆吧 我想去 那 我和你一起去医院看静寒 你怎么连偶像都不看了 你该不会坏爱豆了吧 好 来 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无聊啊 老大 怎么这么丧啊 对啊 老大 静寒马上就要转校了 你应该排出来啊 你们不觉得 自从静寒住院以来 整个学校就死气沉沉的吗 连小金刚都没劲打探 太没劲了 老大 你是不是想静寒了 谁想静寒 体育单招 还要柔术 我刚贴的 辛苦啊 余顺杰 你要报名表你撕我的公告干什么 我刚贴上去你就给我撕了 也没说不让撕啊 你以为这是悬赏表呢 赶紧给我贴上去 好的 好的 高老师 您其实不用这么大声喊 我听得见 那 报名表 报名表 把它填好 让你们班主任和父母把字签好 周末之前给我交过来 好嘞 对了 高老师 如果通过了这个体育单招 高考能不能保送啊 保送啊 这是我给你拿的身体表 体育单招考试 今年刚好新增了柔术项目 考试地点就在修传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小金刚 你不是想申请首都的大学吗 我打听过了 你只要通过这次考试 高考的时候 高考的时候就能保送啊 班呐 但是 你可以通过特招 申请体育类的大学 说不定 还能考试很好的大学呢 真的 我要报名了 哎 但是 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参加过比赛了 我能行吗 你小金刚不行 还有谁能行啊 夏夏 有事吗 陈老师 陈老师 我想报名参加体育单招的柔术项目考试 你有把握吗 我也不知道 我已经两年没有参加过任何柔术比赛了 老师不反对你去参加体育单招的考试 但是你一定要想清楚了 是不是有信心一定能成功 如果失败了 是不是有承担后果的能力 等你想清楚了 再来找我签字吧 尹老师 , 你 下交, 尹尔, 尹尔, 尔, 尔, 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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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尔! 加油 小金刚 这次只是好甜欲热 小场面 等你正在上考场 再给你弄个大场面 弄一个超长超大的横幅 保证让你闪亮登场 真二 笑笑 什么时候参加考试啊 到时候大家都去给你加油 程老师没有给你签字吗 程老师说 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等想清楚了再来找他 程老师是不是给你穿小鞋了 我找他说理去 你要找谁说理啊 没谁 您听错了 又随地乱扔纸线 赶紧给我收拾干净 一个个都不让人省心 好 沙哥 我能进去看看鸡鸭吗 他就在里面呢 进去看看吧 好 我来啦 鸡鸭 我来啦 磨鸡还修得好吗 像修复的一模一样 是不可能了 只能修复个大盖 那好可惜啊 学校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啊 大家表面上嘻嘻哈哈的 但是心里面其实可有压力了 还有程老师 每天读错我们学习 好像恨不得 要听我们高考一样 那你呢 我 我今天做错一道题 还要发潮 那要我帮你抄吗 可以吗 当然 不可以 那你还问我干吗 我是想测试一下 你有没有定力 结果证明 你好无定力 程老师虽然严厉 但他有些话是对的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多抄几遍 防止以后再做错 何止几遍 韩总 靳函同学在里面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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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 有什么 什么 我都好 我去找你 陪我出去走走吧 好 记得十岁那年的时候 我妈给我买了本航天杂志 我在上面看到了星云图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宇宙的宏伟 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我那时候起来我就想 迟早有一天 我要站在离他们最近的地方 亲自看看他们 可惜 但是后来我想 哪怕无法亲自去往太空 做一些相关研究也是好的 最后来转学的时候 我放弃了我妈给我选择的艺术高中 就转学到了 有着理科最长的秀传艺高 你让我们可以 吃点 干 你让我们来 你让我们来 我来 想要去 去 江夏 阿姨 上车吧 想看就拿下来吧 这是晋寒十岁生日的时候 我们一起拍的合影 那个时候的她特别爱笑 特别爱说话 在我面前话不断的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 不太爱说话了 也不爱笑了 你别紧张啊 今天找你来 我就是想问问晋寒的事情 阿姨 你想问什么 这些年 我一直忙来忙去 跟晋寒相处的时间少了 我现在才发现 我和晋寒之间 越来越陌生了 她也在慢慢地疏远我 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 该怎么跟她相处了 其实 要跟她相处 确实挺不容易的 阿姨 您都不知道 我和晋寒相处 有多难 我还记得 第一次和晋寒相遇的时候 是在一家便利店外 我终于见到了我偶像本人 火了 我超兴奋的 我超兴奋的 但是我没想到 第一次见面 我就害她变得那么狼狈 她最怕讹了 我估计 她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吧 对啊 我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但是没想到 今天我们班转来一名新同学 真的是大名新晋寒 他居然转来我们七班了 让我们欢迎新同学晋寒 从今天开始 他就是我们七班的一员了 他竟然转到了我们学校 还和我一个班 还成了我的同桌 我感觉就好像中了大奖一样 他呀 就算有想法 也不会表现在脸上 是啊 还有后来 我害她罚站 还害她流淌 我都觉得 她一定会讨厌我 再也不想理我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她又成了我的邻居 我感觉 这一切 比我考第一还难 那个房子 是我和靳寒他爸 结婚的时候买的 靳寒也出生在那儿 但后来 靳寒的爸爸去世了 家里经济条件变差 我就把那儿卖了 再后来 靳寒决定回来参加高考 就执意搬回来住 原来是这样 那后来 你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 太多了吧 我教靳寒做菜 靳寒帮我补习 我们两个还一起抓私生饭 躲狗仔 靳寒为了保护我 还特地发了微博 说我是他的儿时玩伴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有一天 我竟然和我的偶像成为了朋友 直到某一天 靳寒和我说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能跟我的粉丝成为朋友 朋友 难道 我们不算朋友吗 跟做梦一样 现在想起来 其实 和靳寒相处 也没那么难 靳寒不愿表达 阿姨 其实靳寒很爱您的 只是他没有说出来而已 靳寒说 他之所以会喜欢航天 是用一本航天杂志 就是他十岁生日那天 您送的那一本航天杂志 走吧 我送你回家 好 向夏 今天谢谢你啊 告诉我这么多 不用谢阿姨 其实 我也没做什么 向夏 前段时间 阿姨对你的态度不够好 所以 还请你多谨量 没事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还有洋葱炒蛋 赶快吃热吃 很久没下厨了 也不知道味道变了没有 味道怎么样 还故意吃甜 那我下次少放点糖 没事 我喜欢吃甜的 关于转校搬家的事情 我想了想 我尊重你的想法 不转校也不搬家了 另外 有一个电影试镜 试镜日期在一个月后 开拍是在高考之后 去不去由你自己决定 妈妈确实之前做了很多 违背你意愿的事情 但是妈妈的初衷 从来没有变过 去不去 几晗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出来拖拖气 我刚刚在你闭房里看到这个 連了吧 扔了 这是你要接的新戏吗 我没打算接这个戏 那好可惜啊 我刚刚看了一下 里面的材质写得很好呢 你看这一句 不是所有的未知 都能找到答案 但所有的未来 都有一个现在 还有这句 每一个优秀的人 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 那段时光 是付出了很多的 努力却得不到结果的日子 我们把它叫做坚持 还有这一句 成了 当听到直播中 发射任务成功的消息 正在观看城镇五号 发射直播的学员李欣 兴奋地大声地喊出了 这两个字 是 妈 试镜剧本我已经看过了 我会去参加试镜的 嗯 知道了 妈 谢谢你 现在谁值日啊 你水机都没水了 也不知道换一下 喂 你今天多巴胺有点过剩 多巴胺是什么 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 用来传送脉冲的化学物质 最重要的一点是 它能使人产生快乐的感觉 对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季寒笑我又出院了 下一个 向下 来了 我先过手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多巴胺就是恋爱的信号 看来今天是分离过多了 好 喂 余正洁 你到哪儿了 快了 快了 你别催 我不是催你 我催的是烧烤 你别忘买啊 小金刚 你 喂 你当我是个工具人啊 立涵 你到哪儿了 我已经去医院 再回家路上了 啊 这么快啊 那不我让杀哥开慢一点 那倒不用 那我先挂了 一会儿见 嗯 待会儿见 需要放慢速度吗 加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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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 走 我 好 好 坐吧 坐吧 虾虾 今天的你可爱到发芽 这样可以了吗 简直帅出天际 想什么呢 你刚才说啥 我说这样可以了吗 可以 快来帮我拿一下东西 出院礼物 怎么送的这个 看你之前总送我月季 想必是很喜欢 所以送你一盆底下往来了 谢谢你 我有礼物送给你 我看看 我看看 你上机 等一下再拆 电话响了 你 喂 爸 能不能改天啊 我现在在外边呢 行吧 行吧 知道了 好 我一会儿回来 你爸给我找了个家教 还让我回去面试 你对老师客气一点 人家做家教也不容易 是他面试我 不是我面试他 你爸给请什么家教啊 这么大牌 好像说是什么 全国顶级的 金牌教师 他带着过好几个高考状元 我爸好不容易才给人请 但人也说了 没有面试我 就不能决定教不教我 难怪那么厉害 是啊 不过人家之前带的都是状元 我这样的 估计他也看不上 那我就去走个过场 神道巴老老的 搞不好 人渣就选有挑战性的 静函 揍我呢 余胜杰 你先走吧 你爸好不容易 给你找得那么好的老师 你可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慢慢吃 嘿嘿 拜拜 拜拜 小姐 余总让我来接您 那很明显就不可能的事 老余也太当真了 走吧 小姐 快把衣服换上 那个丁老师已经到了 余总特别吩咐我 一定要让人家换上重装 以示对老师都更重 不是吧 我也不是来相亲的至于吗 你就穿上吧 行吧 行吧 我教孩子的话 一定要有看孩子的悟性 如果说没有悟性的话 我是不会的 好 丁老师 这位就是犬子 余胜杰 小杰 这是丁老师 这人的气场 怎么这么像潘多多同学 不 像十个潘多多 还不打招呼 今儿啊 严肃点 我想和余胜杰单独地聊聊 好 当然可以 好好表现 千万别弄砸了 放心 放心 不会的 丁老师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呢 从幼儿园到现在 几乎每门考试 都是到手第一 所以我觉得吧 您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以免呢耽误了您的功夫 还拖了您业绩的后腿 这些我都清楚 但我想知道的是 你想报考哪所取向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对于你的远期目标 你有什么计划或者是想法 也没什么计划 我就是 想和小金刚上同一所学校 小金刚是谁 小金刚啊 我们从小就认识 同一个幼儿园 同一个小学 同一个初中 现在还在同一个高中 原来是千梅忠吧 那她想报考哪所学校 她 不知道 她应该 想和静寒同一个学校了 静寒又是谁 一个大明星 一个学霸 每次考试 不是全校第一 就是第二 明白了 你的目标是考全校第一 啊 你